我听一位医生说过一句话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药是时间 最好的运动是散步 前两条我理解得不深 最后一条我完全同意 散步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锻炼方法 既可以活动身体 又可以减肥 而且不会像跑步那样辛苦 晚饭后 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肚子吃饱了需要活动 家人忙了一天需要交流 夫妻说说一天的工作 能加深感情 听孩子谈谈学校里有意思的事 一天的烦恼就都跑掉了